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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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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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辉教授表示 在老年病的门诊中 医生们常用一种叫做四米步速测验法 来大致估计老人们的健康状态 若不能在五秒钟内走完四米的距离 其步速每秒不到0.8米 则表示其存在着明显的衰弱 当然 有经验的医生或许不需要用马表 批示 只需看几秒钟病人走路的状况便以大致知晓 需要注意的是 四米步速测验法只是一个大概的观测方法 人的步速快慢取决于年龄 性别 身高 体重等因素 正常来说 健康成年人的步速大约为每秒钟1.3到1.4米 老年人随着身体状况的下降 步速大约在每秒钟0.8米 如果老年人的步速低于0.6米每秒 就可以说 走得慢 如果老年人的步速超过了1米每秒 就算得上是走得快 国外研究表明 走路速度每增加0.1米每秒 死亡危险就会下降12% 以75至84岁的老年女性为例 走路最快的老人再活10年的几率为92% 而走路最慢的老人再活10年的几率仅为35% 四 走路突然变慢要当心这些病 一些老年人认为年纪大了走路慢些是很正常的事 这话也不错 走路慢些也并非是病了 不过这里强调的是变慢 即原来走路并不慢 而且只在短时间内变慢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值得警惕了 杨炳辉教授表示 老人步速缓慢者多因肌肉萎缩 肌力下降所致 但之所以如此 则常与患有心脑血管病 神经系统疾病 慢性呼吸道疾病 消化道疾病 骨关节病等有关 也有少数老人因为曾经跌倒 导致心存恐惧走路变慢 凡此类情况皆因就医检查 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一、肌无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谷外科主治医师王晓东表示 如果是全身肌无力 可能会出现走路慢 浑身无力 肌肉的对抗能力下降 需要去医院进行相关检查 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药物 针对肌肉萎缩 肌力下降的情况 应该注意增加蛋白质类的营养 尤其应该注意摄取奶 蛋、禽、肉等优质蛋白 适当补充维生素地 可能有助于改善肌肉的含量与功能 此外 医应增强肌肉的锻炼 平衡的训练 当然对于一些患有慢性病的老人 需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循序渐进地进行适当的锻炼 二、身体虚弱 久病或者做完手术或者是年老体弱的人群 会出现走路慢的情况 等身体稍微强健一些 走路慢的情况可以得到缓解 三、骨病 如果有骨质疏松或者其他骨骼问题 可能会出现走路慢的情况 积极治疗骨骼疾病 可以缓解走路慢的情况 四、脑血管疾病 走路慢还可能是脑外伤或者是脑梗色等疾病 导致脑身经受损引起的 可能会出现走路不稳 行动迟缓 走路慢的情况 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脑部 CT检查查明病因进行针对性治疗 五、其他脑病 广东省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姚小腾表示 有部分看起来像痴呆的中老年人 其实可能是患有脑积水 这种痴呆主要表现有进行性质力下降 反应迟钝 动作迟缓 记忆力下降见网 行走缓慢 碎步 拖地行走等 当然也并非要求老人走路要快 老人行走时不慌不忙 安不当车 应是很好的习惯 这里说的 只是因行走能力的下降导致的步速明显变慢 应该充分的予以关注 学会正确的走路 防病又防癌 一、学会正确走路姿势 正确的走路姿势应该是收复 抬头挺胸 双目平视前方 虚感自然伸直 同时身体的重心稍向前移 双脚落地时有一定节奏感 二、选对走路时间 早上和上午 心脚痛、心肌梗磁等心血管疾病发生率较高 而晚上光线较差 容易出现跌倒等意外 尤其是老年人 下午四点是最佳的走路时间 因为这时候 体力和肢体反应都是一天中最好的 血压和心跳也是比较平稳的 三、掌握走路的速度 每秒两步是最佳的走路速度 每天走六千步才能达到改善健康的作用 需要提醒大家 如果条件允许或你的身体素质还不错 这六千步最好在同一时间内完成 如果实在受不了 可以分时间分阶段完成 让自己尽可能增强运动 四、选对走路地点 不管你进行任何运动 都应该选择空气好的地方 也应该避开车流量较多的地方 能够避免意外情况发生 公园里空气比较好 在进行走路锻炼时 能够提高心肺功能 也有助于强健提破 坚持走路 开启六扇健康门 一、心脏健康的大门 走路能增强心血管机能 促进血液循环 从而带动各个脏腑器官良好运行 对大多数人来说 走路是预防心脏病最简单和最方便的方法 二、大脑健康的大门 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表明 要防大脑萎缩 老年痴呆 途径之一就是保证每周步行不少于9.6公里 步行可以增加大脑体积 让记忆力出现问题的几率降低50% 三、远离糖尿病的大门 研究表明 一星期坚持三天 每天在30分钟内步行三公里 糖尿病的发病率就可降低25% 每周坚持四天可降低33% 每周五天则能降低42% 四、骨骼健康的大门 走路能让骨骼更合比地支撑身体重量 减少骨骼内矿物质的流失预防 改善骨质疏松 据美国关节炎和风湿病杂志报道 与跑步相比 走路不仅对关节的压力小 还能延缓关节功能的衰退 五、减轻体重的大门 散步每30分钟消耗75000卡的热量 减肥要靠长期、规律的运动 偶尔一次剧烈运动的效果 只能持续48个小时 过量运动会造成猝死 很危险 只有步行最合适 六、长寿的大门 研究显示 每天步行超过30分钟的人 不管体内脂肪含量有多高 长寿几率都比其他人高四倍 建议大家坚持不行运动 有助于身体越来越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